圣诞节前一周 任职山区国小的林老师 要他任教的二年级同学 画出自己最想得到的圣诞礼物 他私下里想 这些小孩们所要的应该都是些日常用品 文具 食物之类 只要不超过一百块钱 我一定买来送给他们 他这样对自己说着 孩子们的图画交来 果然多数是些铅笔盒 小刀 原子笔 球鞋 和巧克力之类的小东西 但是当他看到阿杜斯的画的时候 他呆住了 那是一双笔触十分朴浊 线条不工整的手 这是谁的手啊 全班同学都被这张抽象又怪异的内容吸引住了 大概是上帝的手吧 一个学生说 不不不 我觉得像农夫的手 我觉得好像是魔鬼的大手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 唯独阿杜斯紧抿着嘴唇 眼眶迎着泪光 林老师要大家安静下来 写自己的功课 然后他缓缓走过去 温柔的问 这是你想要的礼物吗 阿杜斯的头低向胸前 轻轻的点了下头 可以告诉老师 这是谁的手吗 是阿杜斯哽咽的低语者 是我妈妈的手 哦 是你妈妈的手啊 林老师诧异的质语者 随即他想起刚刚到学校的时候 曾经前往每一位同学家中 做过家庭访问 记忆中阿杜斯没有母亲 家里只有父亲 相对于母亲手的温柔 父亲的手所透露出的讯息 是安全 是权力 是依靠 是巨大 偶尔也可能是暴力 是危险 和父亲比婉力 是申和从小到大 最快乐的亲子互动 第一次交握的时候 申和只觉得父亲的手 大如山 肩如石 温润厚石 卷服在父亲手掌中 好安全 好妥贴 只是任凭他拼尽全身的力气 就是扳不动父亲的一根手指头 渐渐的父亲的手不再那么巨大 上初中的时候 申和已经能和父亲食指交握 而且得以板洞倾斜到15度左右 当兵第一次休假回来 扔下背包 第一件事就是喊爸爸比婉力 现在我可是大力士哦 申和骄傲地说 那天三战两圣 父子两都震红了脸 结果申和第一次扳倒了父亲 但拜北的父亲 脸上流露出的却是绝对的欣喜 父亲用力握住申和的手说 儿子真有你的 出国前夕 申和要求再比一次 他知道这回不是真的比 而是想和父亲多相处一会儿 父亲仿佛也窒息他的心思 两只手交互紧握着 钉在桌面 不向左也不向右 就那么紧紧地紧紧地握盒着 半句话也没有讲 但申和说 我觉得父亲的手 向我说了千言万语 一个年轻人要进城工作 临行的时候 父亲告诉他 大都市里不比咱们乡下 一切得靠自己 要是有困难想找帮助的时候 记着顺着自己的肩膀往下找就对了 顺着肩膀往下找 那正是每个人所能寻集最初 最终最可靠助力的来源 属于你的那双手